这是一项无懈可击的布局策略 几乎难以找到破解之道 在古代有一位商人经营着一家规模宏大的古董店 某日店内迎来了一位外表整洁 举止得体的年轻人名叫小林 小林向掌柜透露应及时需前往京城 手头有两件瓷器及一把古扇 携带不便希望能在店内寄存并代为销售 他提出以50两银子作为寄存费用 并强调这三件古董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出售 总价定为三千两 掌柜审视了这些古董后发现他们均为宴品 料想难以售出 然而鉴于有50两银子的寄存费可收 掌柜欣然应允 至此掌柜已悄然步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局中 且难以自拔 数日之后一位身着华丽服饰的老者携孙子孙女 踏入店内他们边走边浏览古董 老者还不识向孩子们传授鉴别古董的知识 掌柜见状以为遇到了行家 这时老者的目光被角落里摆放的古董所吸引 他突然质问掌柜 为何这家声名显赫的古董店会出售假货 掌柜连忙澄清 这些古董是他人寄存于此代为销售的 并非店铺所有 老者这才作罢 随后老者拿起那把古扇仔细端详 并断言这也是一件纺织品 掌柜心中一惊暗自疑惑老者究竟何许人也 老者并未多言继续欣赏古扇 片刻后他突然转身对掌柜说 愿意以三百两银子买下这把扇子 掌柜心中暗想 既然是假货竟有人怨出如此高价 莫非这扇子另有玄机 于是掌柜连忙告知老者 这把扇子是为客人代售的 若要购买 需连同其他两件古董一起 总价不得低于三千五百两 掌柜心中盘算 作为商人自然追求利润最大化 若能卖出高价多赚五百两 何乐而不为 然而老者听后大为不悦认为掌柜狮子大开口 以假货漫天要价 他愤愤地表示三百两已是高价 三千五百两太过昂贵 拒绝购买并带着孙子孙女离开了店铺 此后每隔一两天 老者便会前来与掌柜讨价还价 而掌柜则坚守价格底线绝不松口 如此往复十余日过去 掌柜愈发深陷于这个精心设计的局中难以自拔 老者与掌柜经过一番商议 最终以三千三百两白银成交 够得那把扇子 手持善面老者感慨道 实乃无心之所向 山中自画之美令人叹为观止 此时老者的孙儿忽而发问 祖父宁曾言此物不堪入目 何以今日却情有独钟 莫非只因王大师仿苏东坡之作 此言实则早有预谋 亦在让掌柜闻之 掌柜闻此心中暗自惊骇 王大师乃当代名家 其作品价值连城 三千两白银尚且难以企及 三万两亦是难求一墨 然而交易既定 反悔有为商道 对店铺生育亦有所损 正当掌柜左右为难之计 老者提出 无此行乃为探亲囊中羞涩 仅于三百两 不如先付二百两 作为定金五网亲戚处筹措余款 十日内必反 皆实在结清三千一百两 若逾期未归次二百两 便归掌柜所有 掌柜义无损失 掌柜闻言欣然应语 老者又补充道 倘若十日内无归来取山 而掌柜已将其售出 无其不徒劳无功 顾请掌柜立下自聚 若扇子一主 需赔偿无双倍损失 即六千六百两 掌柜心中盘算 待老者离去后 可前往京城请人鉴定 若为真品赔偿一职 若为赝品老者来取食 自己仍可获利 无论真伪皆有转机 岂有不允之力 然而掌柜尚未察觉其中端倪 真正的陷阱尚在后头 此时小林突然出现 未带掌柜持山鉴定 便声称要收回所受之物 掌柜文言心急如焚 欲留扇子唯有自掏腰包 以三千两购得三件古董 小林收钱后 离去掌柜心中暗自窃喜 以为此番必将大赚一笔 然而老者却如人间蒸发 再无应许 小林携款与老者 极其假扮的孙儿孙女 乘马车而去 留下掌柜一人空欢喜 真可谓是了福一去 身藏身与名 而他们则遍夜不沾身 全身而退